好 尽管王金平昨天晚上说不退党不辞职 但是在今天最新的发展考纪会已经将他的党员给撤销了 那么这一下呢 这已经不是他的选择了 那么他的国民党中常委不分区的委员也没有了 然后接着他的立院龙头的宝座也失去了 但是昨天晚上下飞机的时候 看到被副院长洪秀柱从机舱门口一路接进来 一路陪同 最后他在发表他的签字声明稿的时候 洪秀柱站在他的右边 左边呢 站的是立委高金素媒 国民党中常委李德维则是代表连胜文去制议 而前云林县长张荣卫也号召了十台的游览车的云林 相亲到机场去声援王金平 刚刚看到这个现场上千人一起高呼口号啊 拉起布条啊 声势真的非常浩大 带着一脸笑意走出机舱 一旁有子弟兵立法院秘书长林锡山陪头 王金平下飞机看到的第一位立委同志 是总统府点名的王金平接班人洪秀柱 一个握手多少话解尴尬 接下来长长人龙排排站 挺王立委大集结 台联立委王文林在前头 国民党立委卢嘉诚更和王金平摇耳朵 高金素媒给了王院长一个大大的拥抱 来接机的党政人士蓝绿菊五党都有 国民党来了十一个 武党籍立委 台联立委和清明党秘书长都没缺席 代表这个宋主席要来帮王院长送个软吧 我想我是清明党的副秘书长嘛 就是这样子 大家这个现场这么热闹 你看 这个热情真的是不容易 连圣文他不能来 但因为他已经有既定的行程 所以圣文特别请我代表他来向我说这么多年的一个长辈 王金平王院长的规果来做一个质疑 挺王派大集结 一路在王金平旁边步步相随的洪秀柱 镜头前一度眼眶泛红 似乎有点情绪 我觉得心里有点难过嘛 特别是来帮王院长送个暖嘛 就是借机嘛 好吗 就怕被问到接班敏感问题 洪秀柱说没两句就快善 赶着要走出机场参加王金平记者会 民众呼口号力挺 钱云林县长张荣卫也突然现身送暖 关说案被府院联手打了五天 王金平一回国就展现本土派政治实力 这场九月政治风暴恐怕没那么快解除警报 全新闻综合报道